朋友们好,我是三妹 这个视频就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的楼顶菜园立体菜池吧 因为很多朋友很感兴趣问我们是这个菜池的设计 我们这种菜池的话宽度是80公分的 这种啊,就是一头靠墙的这种 它由80公分乘80公分的瓷砖做成 一共是四个瓷砖 四八三十二公分长 像这一路的,它是一头靠墙这一路的菜池 那一头是靠墙的 这一头呢,是闲空 闲空的最边这头有两根PEC管管 中间的话是瓷砖片来支撑 就旁边是PEC管而已 中间都是用瓷砖来,40公分高的这个瓷砖 就是用80公分分成两半的这个瓷砖作为支撑的 我们用这个瓷砖片支撑中间的话 也是为了能够在下面做一个蓄水池 这里也可以养无归的这种蓄水池 养菌鱼养无归都可以 这种呢是一头靠墙的 那两路池间过道呢 我们有120公分 就是一个半瓷砖的高度 宽度 那这一路的话是靠墙的最长的这一排 那有四个瓷砖位 一共有四个瓷砖位 上面种菜,下面的是养乌龟 因为上面种菜的话就是60公分 下面的乌龟池的话就是80公分 也就是说下面的龟池比上面的菜池多出20公分 这20公分呢 给乌龟晒太阳的 有沙池跟水池这一边 我们是用这个乌龟水来淋菜的 我们的视频都不断的跟朋友们分享 所以这个是一边靠墙的这种 就是60公分宽的 前面那个是80公分 一路过去都是 这个也是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60公分宽 下面的是80公分宽 下面的乌龟池 也是四个瓷砖位 这一排常常过去 也是四个瓷砖位的 就是养乌龟的 上面种菜的 这个呢是墨龟 就是草龟 公草龟是墨龟 大多数的乌龟呢 都在这个水池里边 也有一些在沙池这边 休息啊玩耍啊 都是下面的这个乌龟池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都是上面种菜下面养乌龟的这个模式 就是整个一排过去啊 刚才那头跟这个 都是这个模式 那下面我们给朋友们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的是四年龟零的这个石龟 那有几十个啊 这个池两个池呢 一个几十个 三四十个 一共七八十的那个石龟 有一个草龟 这个就是北边的情况啊 靠墙的这个种葡萄 那南边的这一路呢 过到这里的话 它也是六十公分宽 下面的蓄水池呢 是八十公分宽 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大的蓄水池 这里有三排的菜池 这一排是靠墙的 这一排是一头靠墙 这一排一边靠墙的 跟刚才那个乌龟池 那个设计差不多是一样的 这一排也是一头靠墙的 刚才也介绍过 这一排的话 我们下面是养有这个蜜蜂 你看我们用瓷砖做成了这个蜂箱 现在有两个湖蜂啊 这个杀人蜂来 来想要这个 经常来吃这个蜜蜂的啊 我们看到的话 一般会打死它 另外这个蜜蜂也会攻击它 会咬的 因为它多来的话 会咬这个蜜蜂 那有朋友说 我们的蜜蜂会不会干咬到灵机 你看 灵机隔得很遥远 都是有十几米远 而且这个是灵机的后面 我们的蜜蜂放在下面 不会跑出来干咬到 这个还有一个空的区域 我们打算设计一个比较特别的菜池 目前还没做 这一排的话 种西瓜的这一排 之前的视频也跟朋友分享过 种西瓜的这个管理方法 下面也是养有一箱的蜜蜂 这个是木头做的蜂箱 还没换成这个瓷砖的蜂箱 这个就是南边菜池的这个情况了 那朋友们对我们这个立体菜池 还有什么语问和看法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整个菜池就是北边跟南边的这个区域 就是这样的 这期的视频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见 我们在下个视频就会在下个视频 再来到哪里